字幕作詞 李宗盛 今天就是要拍一支平常上班實習的Vlog 平常都是搭火車上班 因為我家住在基隆 通常大家都會想說 欸基隆超人的 就是怎麼會有人想要在基隆同情上班 我從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同情了 會從基隆這邊引起到台北去上課 空情已經算是一個基隆人的日常 好 然後會拍這支Vlog 就是剛好我的實習也快結束了 想要拍來記錄就是我實習的小日常 我是在一間美麗組織裡面實習 做裡面的動畫影像的實習生 平常上班的內容一直在剪片 跟拍不同的新的影片 偶爾要協助社群組那邊做直播 組織在每個月會有兩次的週末 要去協助伴活動這樣 我現在待的這間公司 它就是跟移工議題相關的一個費力組織 那為什麼會知道這一間公司呢 就是我大學有參加一個社團 叫內林PAC 然後它是討論各種不同的社會議題的 剛好那時的學姐也有在這間公司裡面工作 然後後來就是我的各個同學 都去這間公司當實習生 都說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很認真對待實習生 公司福利也蠻好的 所以我就決定去應徵這樣 公司也會花蠻多心力去培訓所有的人員 每個月也會有不同的員工聚會 放鬆的時間 叫做Happy Hour 我覺得這是一個這個公司蠻可愛的文化 有比較普通一點就是吃飯 但他們還蠻喜歡做一些挑戰的事情 像上次有一起去保守 也有一起去試逃脫 或者是玩劇本沙等等的 反正就是一些下班後 還要很消耗腦力或體力的事情 但很好玩 這也蠻增進員工感情的 所以我覺得 能待在這間公司還蠻幸福 然後也很有趣 這間公司很強調的一個理念 就是Releasing NP-O 希望就是翻轉 大家對肺癮組織這種印象 很多人還是會覺得 肺癮組織是聽起來 大家都去做志工 然後都是沒有零薪水的 但是還是在為稅務 但其實不是 其實每個員工都還是有 受到一個正常的薪資對待 這裡就會設計各種不同的環節 或者是不同的活動 希望大家在工作 會有熱情 可是在工作的時候 可以更開心 好 然後我的車來了 好 我剛剛從捷運站下來 然後現在走到公司 大概兩分鐘左右 那我要開始上班啦 現在是下班的時間 大家現在都下班回家了嘛 因為晚上還有事 所以我就會先留在公司 等一下這樣 然後先跟大家聊聊我工作的內容好了 就是因為我是這邊的中餐印象實習生 所以我做了蠻多事情 都是跟印象相關的 其實還蠻忙碌的 每天都要努力的剪片這樣 還算蠻充實的 我通常會把影片找比較輸出 因為有時候影片很一致 就可能半小時一小時 我的電腦有一點障礙 反正它就很常顯示 所以我看不懂藍色界面 但就是 平常在這邊的時候就是剪片 不同的組 有還蠻密切的合作這樣 大家都還蠻願意互相幫助 實際上的交流也蠻密切的 因為就會一直跟其他組的人合作 現在不小心拍到藍舞頭 這個就是可以休息的小腳步 如果工作到一半 覺得想要換換環境的話 也可以把電腦搬到這邊繼續工作這樣 然後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這一間公司 就是早上有略的提議 是因為我之前都會待在那種 很大企業的公司裡面 所以我比較少看到新創公司的環境這樣 所以我就還蠻好奇 新創公司工作的氛圍 他們是怎麼營運的 而且這又是非力的組織 所以就是覺得非常好奇 想說可以來偷偷看實習 來看看比較不一樣的環境 一月底總統大學的環境 然後也是我剛好交換回來 那個時候就想說 剛回來就馬上遭正職的工作 有點太倉促了 對我而言有點太倉促了 也還蠻想就是 再摸索我看看自己 到底想要去一般的大企業 或者是新創公司工作 所以才先選擇了 就是期間比較短的實習 後來就覺得就是 不管是新創 或者是一般的大公司 也沒有辦法去評審說 哪一間才是真正的好 或者哪一間才是真正的不好 它整個就是很看公司的企業文化 又很看部門 感覺真的還蠻需要 自己先進去嘗試的 才會知道 就是到底自己喜不喜歡 所以大家還是多多去嘗試 然後多多累積 不同的經驗值 就是這樣就可以讓自己判斷 什麼樣的工作 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 就是也祝大家真正找到好的工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蠻有趣 然後也很棒的工作經驗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我在面試這個實習一結束 我真的就覺得 天啊就算這個面試 我沒有上 我也會覺得就是受益良多 對話的過程中 我就覺得我學到蠻多東西的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就幫我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話呢也可以幫我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